我看《天花》我是很帥的 對,是一個成熟的那個 展大了 對,成熟的男人 謝謝謝謝 日芭哥,前段時間官宣你飾演李長哥 然後很多網友都覺得這是一個命中注定的選擇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的內製嗎? 對,因為你演像的製作跟原作中的李長哥的那個製作 這個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對對對 那你說一下李長哥這個角色什麼地方比較吸引你 我覺得李長哥他的這個成長線路會吸引我 就是他一開始是個比較猛裝的一個小孩 然後對於誤會他認定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他就去做 但是他漸漸成長起來之後 他就覺得應該先去思考這件事情到底是對的錯的 然後我再去做決定 就是他是有一個思考過程的這樣一個成長的女孩子 我比較喜歡這一點 嗯 然後我也看了她 當時就上個月還是成熟去探班的時候 看了大概一小時候的事情 我覺得特別是你們T恤那一段 那一段 那個拍得特別好 然後你們之間的這些互動都特別好 呃 你腰霜呢 腰霜 腰霜 在雜霜 在雜霜 辛苦辛苦 那這個劇裡面呢我們看到一個更成熟的女 就是非常的 感覺上就是真的真的真的不要不要成熟了 那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在劇中 當你覺得比較man的一些民場面 叫man的名場面 對 其實我覺得很多場面都很man 啊 像我覺得整個戲最man的其實是我覺得是也是 我覺得是劇中阿什納斯和成哥兩個人的成長吧 他們兩個一開始就是為了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正名而戰 然後兩個人到最後其實是為了家國大義為了天下太平和平而戰 我覺得這個轉變是最man的 如果你要講的就是那種細節的話 就剛才那個我抱著長孫的那個鏡頭我就覺得 沒有 你也死了 那是真抱嗎 那還假嗎 那還假嗎 那還做了特效嗎 對那一下 那很多人都告訴我 說一下詞上抱的時候是沒抱動或什麼的 很easy 很easy 你先抱抱很久 你身材這麼好你就不用擔心了 那那個這部劇也前天當殺青嗎 可以跟分享一下你們拍戲的這些感受嗎 我覺得我們這個戲拍的特別特別歡樂 我們所有的主演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是很熟 因為大家之前也都沒合作過 然後每個人一開始都是就拍拍一點的笑場 拍一點的笑場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然後到後來就可能因為笑笑笑就緩解了我們之間不是很熟的這種尷尬 然後到後來大家都越來越熟悉 然後也就每天就一到現場換上衣服就是已經是角色鬼人了 對 所以今晚都沒有玩 對 拍的就是比較順利 非常順利 熱烈 就除了比較熱以外 對 因為最近就是就是我們剛殺青環的一件高溫就比較比較左嘴 然後我們穿的力比較比較厚 除了這件以外我們都 也是三層嗎 我主要是我穿鐵甲 鐵甲 對 對 對 那還好就是 但是剛才有人問我說穿的皮甲拍戲什麼感覺 對 我說是短暫的就是短暫的快樂 不是你只有看回放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這些都是值得的 那其他時候你會覺得哇我為什麼要穿這個 對 但出來再看到這個結果是這樣我們覺得很滿足 很覺得一切都值得 挺好的 嗯 可能為這個推進一下 就是 再跟 跟大家 還有跟 我們可能是一個用品來推進一下 因為這個劇 現在剛上完新 估計等於是明年會再上線 好 我覺得 長歌行 大家一定要看 因為你不看長歌行你就不行 哈哈哈哈 什麼太好了 嗯 來人不能說回不是 哈哈 這這個 我覺得長歌說得對 長歌說得對 長歌說得對 然後大家 明年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謝謝大家 每來的具體面 我們跟你們的平行上現在熱桌 創業火線 所以 創業火線也開心 對也非常的燃 所以非常期待那個 明年你們的這個大作 好不好 謝謝姐夫哥 謝謝謝謝熱馬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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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